这位网友发推报道 接着推特网友们就在评论区里开始根据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试图找出一个中国的年度汉字来定义即将逝去的2022年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想法 第一位网友说 没什么可以讨论的 每年都是赢 赢麻辣的赢 中必赢的赢 第二位网友说 中国2022年度汉字应该是失败的败 谁败谁知道 谁苦谁知道 受苦也是败 第三位网友说 lt先生总结的是 白白色的白 我感觉非常契合 白纸革命 大白白白浪费全国人民一年的光阴 最后这位网友说 因为违反人性科学的动态清零 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了 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醒了 甚至勇敢地喊出了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所以 我看我们美国热搜的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都很有才 所以 美国热搜也来搞一个2022年度汉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哪个汉字最能代表2022年的中国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并做简洁的解释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字 我们在下一期会选最好的答案 作为美国热搜的年度汉字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对于有着深深计划 经济烙印的中国经济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极其重要 是来年经济工作的总抓手 这个会议不开 全国各级政府就不知道来年怎么开展工作 在一周前的12月6号 习近平决定要在12月15号举行会议 结果在昨天 就是宣布会议会期后的一周都不到的时间 习近平就取消了这个会议 这一极不寻常的信号 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 这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状况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商业与经济高级顾问Scott Kennedy 转发了彭博社的报道说 北京处于政策真空 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 仅仅过了七周的时间 就可能被挑战淹没了吗 政府没有任何取代清零的新政策 因此导致了混乱 现在他们又取消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真的有很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彭博社的文章中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北京感染病例激增后 中国推迟了原定于本周开始的 备受关注的经济工作会议 对于通常由习近平出席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何时重新安排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时间表 这一会议原定于本周四开幕 除习近平外 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 省长 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负责人 会议通常会讨论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这一目标会在3月份的两会上正式公布 在过去会议将持续三天 最后在官方媒体上发布一份会议的公报 纽约自信公司Taneo Holdings董事总理Gabriel Wilder表示 我预计2023年的主要政策重点是恢复增长 包括支持住房和消费 但如果每个人都生病了 那么刺激经济政策将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推迟一些措施 直到当前的感染浪潮开始退销之后 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 今年中国经济仅增长3.2% 除了2020年大流行导致经济衰退外 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速 高级顾问Kennedy评论说 太诡异了 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实施措施缺乏明确性 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没有解释就取消了 彭博社记者James Meiger发推说 11月经济数据新闻发布会也已取消 现在开会显然太冒险了 而且大多数记者都已经确诊了 这表明他们有非常糟糕的计划和准备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Debra Seligson发推说 这让我很好奇 取消会议有多少是因为疫情 又有多少是因为经济数据不好看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似乎应该有足够的人来进行在线新闻发布会 这位推特网友评论说 LT世界说得好 习近平误判了形势 计划被打乱了 他规定了一个多星期的计划都无法兑现了 以北京目前的疫情状况 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吗 全体的中国中央委员和全体的部长 省长都需要参加这个会议 北京现在有几百万个人感染 当然没有办法开会了 习近平对于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一周前习近平公布15日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 一周后又取消了 彭博社报道中解释为疫情的突然爆发 下令全面放开清零政策的习近平本人 难道他和他的团队连一个星期的疫情预判能力都没有吗 这是习近平最近在相关决策上进退失据 慌不择路乱了方寸的最新信号码 在这种情况下 决定经济前景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被无限期的推迟 大家说 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请把你们的看法写到评论区里 原本人们预测 解除清零政策后 消费者补偿性消费 企业复工复产 一派繁荣景象 不过现实恰恰相反 出现了不是封城 胜似封城的局面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取消了严格的清零政策后不到一周 北京看起来像是一座处于风控困境下的城市 只不过这次是民众自己强加的 人行道和步行购物街人际稀少 曾经繁忙的交通药道 现在变得空空荡荡 随着一轮新冠疫情席卷中国首都 民众都躲在家中并囤积药物 北京一家餐馆的老板岳家军说 现在开放 没人敢出来 没有人 政府上周允许顾客躺食后 一开始他还挺高兴的 后来才发现 感染激增会让顾客不敢来吃饭 整座城市的居民都有一种不祥的意识 那就是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过的病毒 在出现了三年后 正首次在北京不受限制的迅速的传播 微博上充满了全国各地人们分享 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和患病经历 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 目前亲戚朋友里的阳性 大概增加到了50%到60% 一名25岁姓王的北京居民说 最紧缺的是没有药了 药物已经变得很难找到 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药店 许多居民抱怨 政府应该对预料之中的疫情爆发 有更多的准备 应该提前储备药物 王先生周六早上发烧37.8度 嗓子痛 头晕 他在家中做了快速抗原检测 发现是阳性后 去了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 他想让医生给他开止痛药 布罗芬和莲花清瘟 医生给他开了另一种止痛药 罗索罗芬和一种人气 没有那么高的中程药 感冒清热冲击 35岁的Vincent Chen说 他在本地药店或网上 都找不到退烧药 后来就他在北京以外的朋友 把退烧药寄来 他不得不为此花了一大笔快递费 因为普通投递服务忙不过来 或人手不够 其他快递也瘫痪了 人们各有七招 微博上现在流传着 教城市居民如何从农村药店 买药的攻略 村基的药品不仅限制于 止咳药和润喉糖 商店里的黄桃罐头 现在已经受庆 因为据信 它含足以抵御病毒的营养 官方媒体不得不出面澄清 称没有证据表明 黄桃罐头有任何药效作用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是否能为新冠病毒 感染重症病者 或患有其他与新冠无关疾病的人 提供所需的救治和医疗服务 但一名66岁姓王的男子 抱怨说 他患有慢性腰痛 已经疼了一周 他说没能看急诊 因为号都挂完了 他说他来日会再次试着挂一次号 中国政府浪费了三年的时间 并且弄垮了中国的经济 最后还是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需要和疫情共存 大家说 让人们自觉地做出防疫措施 和政府强制要求大家 被封控隔离 有什么区别 生活在大陆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身边羊的家人和朋友多吗 请在评论区里分享 你们所在地区的疫情状况 没人想到 一直被社会指责为 躺平一带的 00后大学生们 成了这次抗疫风暴的主角 传遍事件的白纸革命 就是来自南京传媒学院 一位勇敢女生的发明 期间全国的抗疫浪潮平息之后 一些医科大学的学生们 发起校园抗疫活动 挑战实施多年的 不合理的医科教育规范 下面我们来看看 一些学生抗疫的视频 李老师发推说 今晚四川南充市川北医学院 在四川高校 基本全部遣返的情况下 学生还在继续考周末 因此今晚学生们自发游行 本科生要求返乡 专术要求同工同筹 李老师继续说 13日晚 徐州徐医副院归陪生抗疫 据悉 徐医副院的归陪生 不被科室发放应有的防护措施 医院各科室不予发放 N95或KN95口罩 并要求他们必须在岗 在前一天的抗疫中 医院只允许研究生放假 而并没有允许归陪生放假 导致今天归陪生们继续抗疫 最后李老师说 今晚江苏南京人民医院 专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为求公正待遇和合理政策 聚集表态 目前的状况是 医院领导到达现场 但是没有做出妥协 这些医学院的学生 能够组织起来挑战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制定的教育流程和法则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勇敢发声 勇气可加呀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于这些学生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照片环节 A4白纸抗疫 是一位南京传媒学院学生 想出来的抗疫方式 在突然放开后 出现了感染浪潮 有人却以此来攻击南传的学生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神逻辑 李老师发对说 网友投稿 微博上很多网友进入南京传媒学院 抄话进行嘲讽和指责 截评里说 南传参加过白纸运动的人 都是杀人犯 南传学生身上背着命债等等 他们的逻辑就是 现在放开了 出现感染潮 死亡率增加 都是因为南传的学生 发明了白纸革命 导致中央政府不得不放弃清零政策 所以这些死去的感染者 都应该算到这些学生的身上 那位发明了白纸革命的女生 现在还没有被释放 她就是鲁迅笔下 21世纪的下鱼 这些脑回路清奇的攻击者 就是当代吃人血馒头的 华老栓和华小栓们 华尔街日报首席记者 魏玲玲发对说 看到这些死亡通知 突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我感到非常难过 然而官方的疫情死亡数据 保持不变 随着中国重新开放 疫苗很重要 透明度和避免灾难所需的 所有其他因素也是如此 病亡的人看起来都是年龄偏大 奥米克隆的威力虽然下降了 不过老年人相比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接种疫苗还是最好的防护措施之一 在政府不行动的同时 人们要更加保护好自己 大家说 政府撤除了清零政策 他们就在这方面没有责任了吗 这位从海外回国的微信网友发帖说 在经历了登机前48小时核酸 落地后全方面立体式消毒 闭环转运 美日核酸加抗原 全封闭隔离5天 确保我们阴性 出酒店之后 我终于要被成功的送到 满是阳性的同事和朋友那里了 被中国院士推荐的灵丹妙药 莲花清瘟 也在美国销售 区别是 在美国的药物规定下 莲花清瘟只能被标成膳食补充剂 而不是所谓的新冠治疗药 最后这位网友沮丧地说 花了2000块钱 考了核酸采样员证书 还没上岗 我就失业了 看来 就算你一心希望为政府付出 最后还可能照样当韭菜哥了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 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YB神说 在了解了国民经济业 已崩溃之后 小学生选择了躺平 之所以选择清瘟 是给解封做准备 但是他的幕僚 显然给他错误的信息 因为有用的疫苗 根本就没做出来 现在的解封 完全是出于无奈 因为清瘟的经费涌尽了 网友小邱小Q说 用70年实现小康 用3年重返贫穷 网友王健说 违反科学 自然的政策 就不会成功 一台话是这样 静态清零也一样 民主国家 有民意力量制衡政府 让政府不能为所欲为 但独裁国家 没有任何制衡力量 集中力量 闯大祸 是必然的结果 最后的网友 真美好说 体制不改革 所有改革 都不可能成功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这位网友发推说 重庆儿童医院门口 中国政府执行躺平政策后 确诊数据迅速上升 这样排队的现象 以后也不会少见 有些医院已经开始随机应变了 BBC中国媒体分析师 凯利发推说 来自河北信阳的视频 那里的诊所 由于病人增加 人们不得不把车 当作床来输业 美联社记者江大义说 这种交货积压是疯狂的 我以前从未在北京 见过这样的堆积 这位网友发推说 舟山市普陀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因为当地排污引起村民生病 投诉无门只能抗议 之后武警出动抓了些人 后来又有群众组织 去沈家门派出所抗议方人 接着我说这位红组织 哇 继续织织织 哇 拿起来 哇 这位红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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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通过抗议来发出声音 已经成了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 不过 在政府使用秋后算账的手段 抗议的思想能一直坚持下去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 放到了描述区里和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局图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